哎呀妈呀 这有来什么啊 一期啊 120马上就来了 大门刚开开 3号楼 金城校区 看见没有 看看 跟着窗 看什么叫真正的大雪红门 看我看见 什么叫大雪红门 看我看这大雪 是4月20号啊 2020年4月20号 这也不太沙连能 刚走到50米远呢 这身上挖白了 还打完一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拍摄惊奇 我是大宇 那前一天节目呢 我们用直播的形式做了 那当时呢 我刚一关掉直播 就看到重磅消息 多家美国媒体隐聚了美国一份情报说 朝鲜金正恩在最近接受 心血管手术后命危 至于命危到什么程度有不同的版本 比如呢 CNN报道说 金正恩手术后健康出现重大危机 正在抢救中 而且告诉CNN消息的美国官员说 金正恩命危的严重程度难以评估 而且强调 消息可信 CNBC的报道说 金正恩手术后命危可能面临残废 美国福克斯新闻 4月21号的报道 则说暂时还不能确认 金正恩的健康状况 不过呢 美国政府已经在讨论 金正恩死后的应对计划 也在4月21号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白宫告诉记者 美国正在密切监视金正恩病危的报告 不过指出金正恩已经好转 大部分医疗人员19号返回平壤 中共的对外联络部人员也表示说 金正恩目前没有病危 虽然美国媒体与中韩媒体的消息有所不同 但是都指向金正恩最近做了手术 这一点是一致的 特别是根据金正恩最近的日程来看 与韩国美日朝鲜所报道的日期是可以切合的 金正恩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 4月11号主持朝鲜劳动党会议 而按报道的说法 金在12号做了手术 因此外界注意到 金正恩4月15号都没有出席他祖父金日成的诞辰纪念日 这个纪念日也是朝鲜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这是2012年金正恩上台以来第一次缺席 意味着很可能是健康出现重大问题 其实2014年金正恩也有过一个月没露面的记录 当时外界就认为他有严重健康问题 后来韩国情报部门说金正恩是脚踝开刀 而后金正恩在现身的时候果然主着拐杖 而金正恩的身体状况 因为他饮食习惯不好 喜欢喝酒抽烟 曾经医治过金正恩的德国和法国的医疗团队 也证实金正恩身体非常差 不仅在20多岁就得了高血脂 目前还有脂肪肝和肾衰竭等慢性病 日本人权团体甚至指出过 金正恩2008年就因为糖尿病病倒过 现在金正恩刚30多岁 身高不到1米7 但是体重却超了100公斤 同时他的父亲金正日身体状况也不好 例如他曾在20岁以前就得了脂肪肝 2008年传出脑中风等症状 最终在2011年死于心肌梗塞 如今截至我们发稿 对于金正恩是否命危以及他确切的健康状况 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但是美国方面已经对金正恩的状况 做了最坏打算的计划 福克斯采访的美国官员推测说 金正恩死后 朝鲜可能发生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 而北京方面则可能介入朝鲜内部的局势 然而最重要的是金正恩死后 谁接替他掌权的问题 首先来看金正恩与李学祖所生的三个孩子 都是年纪还比较小 最大的也才10岁 而且外界对他们的情况支支甚少 如果真由金正恩的幼子掌权 专家分析 那么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和其他高级官员 可能会以设政的方式协助 然而金正恩的同胞妹妹金宇正 直接掌权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而且可能性比较大 一位名叫彼得罗夫的朝鲜问题专家说 现在31岁的金宇正跟金正恩有许多相似之处 而且很受金正恩的影响 受到金正恩的信任 近年的国际会议金宇正经常与金正恩如影随形 被外界认为很有朝鲜第二把交椅的潜质 只是问题在于朝鲜的高级官员精英阶层 能否接受这个女孩子掌权还是未知数 另外被严重怀疑是金正恩派人毒杀的 兄长金正男留下的儿子金汉帅 被认为回朝鲜掌权的可能性不大 而且他至今下落不明 而控爱吉他的金正恩另一个兄长金正哲 则被认为对吉他的兴趣超过政治 也不被认为是有较大可能的接班人选 目前在朝鲜金正恩的身体状况 引发了外界对朝鲜政局的揣测 而在毗邻朝鲜的中国大陆 最近的政局也正上演一幕幕大戏 就像我们在前一天的直播节目中介绍的 北京时间4月20号晚 中共中纪委宣布 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因涉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孙力军涉嫌倒习 孙力军此前还担任过公安部港澳台事务办主任 以及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副主任 还参与709对维权律师大抓捕 他被形容为是中共国安的老大 是中共秘密警察的最高头目 也是执行江派计划的重要成员 而香港《苹果日报》报道 孙力军4月初就被捕 因为他手下打手和眼线众多 因此当时抓他的时候都没有使用公安的队伍 而是中央警卫局直接出手 并且是在夜间行动 连孙力军的秘书和司机也都被带走 另有爆料说 当时随孙力军一起被抓的有100多人 自由亚洲采访接近中共国保的一位姓段的先生说 孙力军突然被捕 对中共秘密警察系统造成很大的冲击 警察内部人人担心受牵连 事件可能不亚于2012年的王力军事件 而就在4月20日同一天 中共司法部长傅政华的职位也出现变动 司法部官网公布的信息显示 傅政华当天已经卸任司法部党组副书记 现年56岁的傅政华曾担任过610办公室的头目 也被认为是709案抓律师的罪魁祸首 这一职务变动意味着傅政华的前景也有不妙 孙力军、傅政华都被指示江派人马 他们最近的经历意味着中共高层内部的习派和反习派 正在激烈的交锋 特别是孙力军案 推特网友新高地发推文评论说 孙力军比傅政华在公安还更有实权 比此前落马的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的实权要大千倍 孙出事直接牵扯到县政法委书记郭升坤 还有前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在中共党内抓孙力军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抓郭伯雄和徐才厚 推文还说孙力军出事也标志中共党内斗争已经白热化 那么在内外局势剧烈变化的情况下 习近平在做什么呢? 4月21号大陆新华网报道 习近平在陕西考察 而事情是4月20号的事情 也就是第二天才做出报道 当时估计习近平已经离开了陕西 而他去陕西考察什么呢? 报道说是考察商若市坐水线 秦岭牛被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考察秦岭生态保护情况 其实如果报道说习近平因为内外事务压力太大 去秦岭散步放松放松心情 我可能更相信 如果说现在这么不安稳的局势下 他作为一尊去考察生态保护 这个有点让我小小的意外 但是推特网友一键飘唇的推文 则透露了习近平去陕西的另一个可能性 推文爆料说习近平秘密访问西安 前往军事基地考察军工单位 时间应该是4月20号 然后4月21号离开 而陕西当地体制内人士说 习近平突然去访 当地接应也非常紧急 抽调几十人前往应急 所有人都要经过政审 并且被抽调的人要去做什么 连自己的配偶都不能告知 另外爆料还说 西安在4月20号的时候 将南二环立交桥下的车全部清理 那么相关道路的主干线 提前几天连夜施工 混了全新的护栏 附近的居民区普遍断网 这些迹象都表明有重要人物到访西安地界 另外也有人给出了更细致的爆料 说习近平是20号早上先到的平立视察 然后坐专列火车于下午3点抵达西安火车站 站内所有列车被要求不能拉开窗帘 大量人员严密在室内布防 北大街一线到西安交大都做好了迎接准备 但实际上习在西安室内并没有做任何的视察 也就是说他此行可能主要还是去秦岭 那么问题来了 习近平去秦岭视察军工单位用意何在呢 最近有关中共要在国际复杂形势下 动兵开战转移压力的猜测越来越多 而且中国各地包括江苏都传出当局征兵 或者是兵力摸底的消息 习近平去访是否与这些情况有关呢 目前我们还要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那么大陆政局不稳 瘟疫的情况也没有走出紧张的状态 海外看中国引述了台湾一名命理师林海洋的预言 说今年瘟疫会有四波 第一次应该就是指的已经经历的 1月23号武汉封城前后的这一波疫情 而第二次是在黄历6月 也就是公历的7月21号到8月18号这个期间 这波疫情林海洋用了一个惨字来形容 而他给出的第二波疫情的这个时间段 与明朝刘伯温的悲剂所指的第二波疫情相符 是比第一波更为猛烈的瘟疫 而林海洋说这一阶段还有其他病毒 而接下来的疫情是黄历10月和11月 分别对应公历的11月15号到12月14号 以及12月15号到次年的1月12号 这两个月疫情会再次爆发 同时伴随的还有缺粮缺钱缺工作 林海洋拥有自己的YouTube官方频道 他在自己的频道里提到了这些事情 此外更神奇的是 原中国大陆吉林双城县 现在的黑龙江省武昌市 曾师从虚云大和尚的佛教高僧 熏化上人 曾在1992年8月14号和16号 两次提到当前流行的 比艾滋病还可怕的这种中共病毒 声称是瘟疫节 传染性很强 空气里都会传染 但是这名高僧说 提到这些不是为了散播恐怖 而是提醒人们 这名高僧在1995年6月7号原祭 遗体是通身紫色 佛教中称为是子墨金身 据说是大成就者才有 而最近东北的哈尔滨 成了大陆疫情的新的焦点之一 4月19号晚 哈尔滨再次传出类似封城的措施 其实早在4月13号 当局就知道哈尔滨情况比较严峻 但是消息不让公开 一份4月13号的文件显示 黑龙江省防疫领导小组 给哈尔滨市发指示说 哈尔滨近期防疫松懈 聚集性疫情反弹 因此对哈尔滨提出了5点情况聚焦 一是严防家庭聚会 二是严防公共场所聚集 三是严防医疗机构聚集 四是严防交通出行聚集 五是严防工作场所聚集 但是文件最后提到 这些内容不予公开 就是不能让公众知道 而在4月17号 哈尔滨官方自己公布 当地已经出现了 一个人传染50人的病例 而这条传染链的开端 就是在哈伊大附属第一医院的群聚感染 当时的群聚感染 官方是4月9号起开始公布的 而黑龙江省疫情恶化不止在哈尔滨 其他地区也不断有新病例传出 因此 与黑龙江临近的地区 甚至已经开始封闭与黑龙江的边界 并且劝返黑龙江的务工人员 就比如内蒙古的根河市 4月17号起全面封闭与黑龙江的交通 也不许根河人进入黑龙江 要求防控要不漏一人不漏一车 在黑龙江疫情持续受关注的同时 异常的天气状况已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 4月20号和21号 很多黑龙江网友发消息说 黑龙江浦江暴雪包括哈尔滨 奇奇哈尔 而在黑龙江省宜兰县的一名民众拍视频自述说 当地不仅下大雪同时还伴有雷声 同时在吉林省白城市也有居民发出录影 显示当地下大雪刮大风 而同样属于东北的辽宁省 虽然没有下大雪但是暴雨泛滥 4月20号沈阳一些街道变成水乡则果 甚至造成车辆熄火 有网友爆料说 还有人乘机帮人推车 但是却不是义务帮助 而是要收取一定费用的有偿服务 录像显示有人在街边为此讨价还价 这是在东北的情况 而在大陆其他地区的瘟疫情况 例如北京市朝阳区广州等地也很受瞩目 还有消息指出浙江永康爆发疫情 据说是当地一家复工企业 有一名湖北天门区的无症感染者 整个厂区全部隔离封锁 但是4月19号官方发消息辟谣 但是当地有民众给我们写信说 这所谓辟谣实际是当地为了复工 是在继续隐瞒 目前瘟疫已经在全球造成超过250万例确诊 部分由疫情导致的石油期货价格下跌 创下了史上第一次的出现复数的记录 对于这个复数是怎么理解 一名中国网友是这样解释的 4月21日凌晨2点29分 美国石油期货的价格跌到了负的40美元每桶 对你没有听错是负的 也就是你只要把油买走我倒贴给你钱 原因是今天是5月16期货的交货日期 简单来说今天买卖双方要交货了 外加之所以愿意倒贴是因为疫情导致了全球需求量的大幅下滑 但是生产并没有降下来 反而导致了原料的存储空间高级 此时如果油卖不出去存储它还要花大价钱 所以就出现了只要你肯买走倒贴给你钱的情景 美国截至21号确诊已经超过了81万 美国总统川普4月20号晚间发推文宣布 出于疫情原因他将签署行政令 让美国暂时停止接收移民 根据最新消息川普的这一命令将为期60天 针对的主要是一部分申请绿卡的人 目的是在疫情的特殊时期 防止新移民影响到美国公民的就业 根据我个人的检索如果没错的话 一名美国政府官员是这样解释说的 这项命令不会影响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 英文是immediate family去申请绿卡 而如果只是美国绿卡持有者申请直系亲属 获得绿卡可能就在受影响之列 另外因工作原因而提出绿卡申请的人 也在受影响的范围里 与此同时美加边境和美墨边境的关闭时间 会再延长大约一个月到5月中旬 而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近日的确诊新增人数 连年下降 到了4月20号新增4726人 是近一个月以来的最低值 而这种好转只是相对纽约州本身而言 目前纽约州处在疫情的高元期 数据稳定 但是之后是还会突然上升 还是继续下降 这个还有待观测 但是纽约州长已经有计划 想对纽约州进行分区的逐步开放的策略 就是疫情严重的地区稍晚再重启经济活动 而较轻的地区会早一些提前重启 例如纽约州的北部 疫情相对较轻微 而纽约市以及紧挨着纽约市的地区 疫情是最严重的 4月21号下午 纽约州长库默还去了白宫 跟总统川普见面 两人就疫情交换了意见 而在美国已经有数目可观的州 因为疫情相对较轻 准备在4月底或者5月初 正式重新启动经济活动 好 如果您有爆料的信息 可以给我们发邮件 我们的节目电邮是 xwpajq at gmail.com 有推特的朋友也可以在推特上关注我 我的推特账号是 at xwpajq 最后欢迎您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 在订阅的时候 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图案 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新节目上传的通知 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那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